重矢之地 政委院的議長裴洛西就說了 川普已經精神失常 如果他不自行下台 最快下週一 他們就會啟動彈劾程序 被指煽動群眾衝入國會的美國總統川普 如今不只是重矢之地 更可能成為史上首位遭兩度彈劾的美國總統 中原議長裴洛西進來動作頻頻 先是提出憲法25條修正案 允許副總統或內閣官員提交書面證明 撤除總統職務 但顯然彭斯對此沒有興趣 於是裴洛西轉向 最快下週一啟動彈劾川普程序 與此同時他也認為 川普已經精神失常 於是緊急和軍事首長溝通 建議要限制川普使用核武的權力 而在1月6號國會暴亂發生前 川普和家人聽著音樂 看著一幕畫面中的大批川粉 涌上街頭的景象 似乎非常滿意 小桃的女友更對著鏡頭跳起舞來 這家人似乎把撕裂美國社會 當成喜事般慶祝 這一幕也和後來 釀成無死的國會暴亂衝突 形成強烈對比 川普篩弄暴力的行為 連同黨議員也看不下去 表態力挺彈劾 民調也顯示 近六成的美國民眾 要川普立刻下台 面對各界踏罰 惱羞了川普 決定不去拜登的就職大典 對此拜登回憶 川普不來 反而是件好事 因為他已經丟盡美國人的臉 記者最後報導